目前,肖战还有两部主要作品未播,分别是余生和王牌部队,前段时间在《大决战》剧组中,特别出演东北流亡大学生,沈烈,居西,当时的拍摄环境十分艰辛,正赶上了低温天气,零下22度,肖战脸都冻僵了,就是你头像,虽然目前未正式官宣,但是,同剧组的演员已经证实了肖战出演的消息。 粉丝们又惊又喜,电视剧《朱颜》改编自苍越同名小说《朱颜》,是俄厂2021年上半年,投资最大的古装偶像剧,算是俄家的顶级资源,最早在去年11月份,就有网友爆料,男女主定的一线,分别是肖战和任你,肖战从去年到今年,一直没逃过的,就是被塞饼,因为舆论风波,他的行程保密性被提高,因此饼再大,饼再多,也很难知道真假。 根据爆料内容来看,都一一应验了,该网友表示,这部戏去年6月,肖战就接到剧本了,小编突然想起去年6月,肖战接受媒体采访,有提到看剧本的事情,那段饱受舆论影响的日子,他一直在养精蓄锐。 据悉,目前主演定装已经全部完成,因为疫情,都在北京的造型工作室完成,总造型师是陈童勋,这位是肖战的御用造型师,狼殿下,陈情令,斗罗大陆,都是他做的。 肖战的古装扮相,可以说是相当出色的,在他还是一个小胡嘎的时候,曾因为扮演了哦。 陈情令制片人杨夏也曾表示,肖战的古装气质形象都非常好,小编有话说,从群演到配角,从男N号到男一号,肖战积身一线,也经历诸多的历练,爱豆出身却成功转型青年演员,并且踏踏实实磨练演技,直言作品是演员立足的根本。 肖战在娱乐圈一直都很清醒,他真的是在用心做这个事情,做一个好演员,没有标签,不被定义的肖战,相信他会不断超越自己,不断进步,期待肖战的每一个作品,预祝朱颜开机大吉,一切顺顺利利,肖战超话。